为了将榴莲进一步推广到中国市场 上海国相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今天和大马同发集团 在马华总会长兼交通部部长 拿都斯里耀中来的见证下 签署合作备忘录 在榴莲贸易合作基础上 共同推动大马农业发展 此行也为今年11月份 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扩大找寻餐展商 这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马来西亚已经有100多家商家参展 包括我们的同发号也是其中之一 同时我们这次此行 也是到马来西亚实地参访一些 直接的供应商 廖中来透露 中国当局正在积极处理 代壳六联进口中国的事项 好让中国人民也能品尝到 新鲜的榴莲 中国已经批准我们毛燕进口中国 所以也在积极处理这个代壳榴莲或整颗榴莲 进口中国希望今年内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整颗榴莲进入中国 那么我们的这个量呢 就能够更大的这个进入中国 那么也能够提升我们榴莲的价格 由于今年榴莲生产量多 小原主担心售价会暴跌 因此希望加速处理代壳六联进入中国的事宜 廖松来承诺将把信息带到农业部 并尽快和中国有关部门协调 MTV7实习记者黄田才报道 我昨天在哪里吃的最好的这边 我还有很多公文 那个吃的 好